早安 我是张庆林 这起地震摇晃得非常剧烈 以我们在波音市所在的台北市来说 我们的摇晃大概有一分多钟的时间 而且是越摇越大 在气象局这最新的各地的阵度方面 告诉大家最大阵度是在宜兰的五塔 有六级的阵度 宜兰市有五级阵度 另外在花莲和平 新北双西 台北市新北市 新竹县的关西 桃园市 还有台中市的乌石坑 新竹县的竹北市 都是四级的阵度 四级阵度以台北地区来说 就是921大地震当时摇晃的阵度 好 那么这起地震的规模是 6 地震深度22.5公里 也算是一个不算深的地震 所以在这个地震发生之后 现在宜兰地区有传出一些地方停电的消息 另外在核电厂 目前核一核二厂的运作都是正常的 还有在气象局这边也特别提醒大家要留意说 这沿海地区的海位会不会有些突然的变化 就在地震之后要特别提醒大家的 那么现在目前为止 还没有进一步的其他的灾情传出 不过我们今天持续会在新闻当中 为大家来了解一下 宜兰外海这规模6的强震的一些后续消息 好 那么今天当然有压缩到 我们整理早报新闻的一个时间 不过我们还是赶快来看看 看今天的报纸的一些内页还有头版的内容 在中国时报间头版头条是 中国大陆宣布暂停参加今年的金马奖 两岸的文化交流是奄奄一席 纪录客自由行喊咖之后 大陆国家电影局在昨天又宣布暂停 大陆的影片跟人员参加今年的金马奖 这一连串的限缩措施 让两岸之间的民间文化交流气氛非常的诡决 根据奄解最近有不少两岸民间文化交流 纷纷是无意境的取消了 不论是书画展还是什么花博园艺考察 而且多方是陆方取消来到台湾的 也就是现在两岸之间各类的民间交流 从点到面现在正在遭遇到寒冬当中 好 但是不准说来参加我们台湾的金马奖 在我们大陆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出来之后 辅方着说对中国人民感到不舍 因为觉得说这文化无国界 艺术不应该有政治上的繁离 不论是任何的理由 阻止艺文工作者参与金马奖 这种鼓励自由创作 欢迎多元观点的电影界盛会 这都不是聪明的一个决定 好 当时今天看到的 自由时报跟联合报的头版当中有 现在我们因为大陆的自由行的 现在限缩陆克接下来可能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所以我们林佳龙交通部长就说 陆克不来我们自己想办法 好 想什么办法呢 现在研议的是陆克第三方入境 免签的这个可能性 好 那么交通部这边在研议说 那么陆克如果不能够直接来到台湾的话 让他们先到第三地去 那么从第三季路径来到台湾的话 免签这个可能性也许是存在的 其实昨天行政院的这个会议当中呢 并没有讨论到陆克第三方入境免签措施 昨天会议的焦点是比较聚焦在 要松绑东南亚国家免签证的可行性跟风险评估 不过昨天的会议其实并没有结论 好 这第三方免签来台的一些影响性 当然说如果我们开了这个巧门呢 就甘愿冒风险 陆克恐怕还是有限 当然这个到底能不能够可行呢 在过去的一些 这所谓的一些对的国安上等等一些质疑 那么如果说开放陆克第三方入境免签 就真的可以做得到吗 这恐怕后续还有讨论 所以昨天呢是没有共识的 好 在台风消息方面 今天报纸特别提到大家说 立起码台风为这个台风的强度 还在增强当中 甚至不排除会变成一个强烈台风 刚刚气象局连线在今天上午8点半钟 就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了 这个台风的速度真的是不快 大概13公里左右 这样时速在慢慢的归宿往台湾靠近当中 影响比较大的是今天的下半天到明天的一整天 尤其是东部东北部跟北台湾呢 可能是影响最大 今天来说呢是风雨会越晚越大 在这个台风的消息方面呢 也可以参考气象局这边的最新资讯 好 今天在自由时报的头版当中 提醒大家说 小朋友在暑假玩3C玩手机 其实真的要特别的来小心 因为有一个台中地区呢 一个大概15岁的国三男生呢 暑假熬夜玩手机追剧 结果变成是痔疮 就屁股有痔疮就去送医了 那么在医生就提醒大家说 智慧手机的普及 许多人生活作息大乱 导致于痔疮 却出现了年轻化的情形 才15岁的孩子就有痔疮了 台湾近年来致力配合 亚太防治洗钱组织 强化洗钱的防治能力 在我们的防治洗钱有成 上半年已经没收了超过36亿元 好 在有关于这政治方面的焦点方面 看到兼自由时报跟联合报的内夜 都有些相关的报道 我现在看的是费印花税 六都的一个反弹了 行政院拍板要废除印花税法 最快在明年就会取消印花税了 不过引发了六都的大反弹 希望中央不要为了选举 做出你中央请客 但是地方埋单这样的一个决策 希望行政院方面能够悬崖勒马 没有争得全国各地方政府 同意之前要收回这个决策 因为印花税是地方税 六都加起来总共有95亿多元 其中在台北就有49亿多 台南有5亿 其他的四都大概是10亿元左右 所以说现在说费印刷税 难怪会地方这么的反弹呢 吴敦毅昨天在国民党中常会当中 也批绿营是一杀就要杀16个 这种做法其实是有些私心吗 今天在这又算是财经啊 政治方面的一个角度观察 好另外就是这个 郭台铭跟韩国瑜的碰面 本来说今天在这个八八风灾 莫拉克风灾的一个感恩会当中 两个人有机会碰头 不因为现在台风的关系 所以郭台铭也取消了这样的一个行程 也就是跟韩国瑜的碰面 现在又是遥遥无奇了 而在这个郭王会之后的王柯会 这郭柯王三方结盟的这个说法 是非常的多 王金平正是说 自己在日前也跟柯文哲碰了面 台北这场柯文哲呢 也跟郭台铭会面畅谈了四十分钟 那么唯唯苦等的郭台铭的高雄市长 韩国瑜呢 今天本来是有机会碰面 现在没有了 倒是这个郭王柯这三个人 是互相的美来演去的 昨天王金平呢 被问到了说 是很担心说 现在联络不上郭台铭 国民党中央现在急着要整合 但是又联系不上郭台铭 王金平呢 被问到这个问题说 现在才去担心这个问题 会不会有点太慢了呢 好 昨天看到吴敦一批柯文哲 因为柯文哲的这台湾民众党成立之后呢 台湾民众党这个名字 跟当初蒋卫所成立的政党是同名的 昨天吴敦一批柯文哲说 党民票窃违背道义 现在呢 在这个开湾民众党方面呢 国民党现在也开炮了 好 柯文哲他现在当然他说 他立在立法院这边 他是国会式的 辉军的主要目标 各界就关注说 那你提名的立委的名单 会不会是蓝绿 失忆政客的资源回收党呢 其实昨天柯文哲谈到说 他要提名的人的两个条件 一个就是要先能够选得上 那么另外一个 就是能够影响选举结果 媒体就追问说 那像是前台北市议员 佟仲彦啊 前新北市议员李婉玉 如果带枪投靠行不行 那这两位其实都是 还蛮有争议的政治人物 柯文哲就呵呵的笑说 哇我看这困难了 还是用科学数据 如果这两个条件 都不符合的话 当然后面都不用再来讨论了 好昨天看到有周刊报道说 谢长廷跟他的儿子谢维舟的 这个父子关系的这个切断 那谢维舟其实是养子 在正二代的光环之下 他其实压力也非常的大 谢长廷其实昨天也出来 证实说对在去年底的时候 两个人讨论之后 决定终止收养关系了 谢维舟改回生母的张姓 现在叫做张维舟了 谢长廷说呢 因为正二代真的压力非常的大 那么他们的这个切断关系 没有任何的不愉快 以后我们还会用赖来保持联络 他也会持续的来关心这个孩子 经济日报今天头版头条 全球经济衰退锦铃大作 在债势锦铃大作方面 纽西兰的降息幅度比预期大 德国的经济数据疲弱 无力刺激之下 全球政府公债价格呢 是进一步的挺深了 美国30年期指标公债值利率呢 逼近了历史来的低点 而德国10年期公债更在负利率领域 当中是越陷越深了 凸显了经济面 面临到的衰退 几率是大增了 好看到了金价冲上了1500美元 这个避险的关系 在油价方面 布兰特油市是转为熊市 好降息潮来了吗 包括纽西兰印度跟泰国 现在都动了 他们都开始降息了 一天当中有三个央行往下来调息 那么降息的一个情况之下 其实在川普这边就是 你看大家都在降息 他也捡到枪 马上又去逼他们连准 会说也要赶快来降息一下 所以今天美股呢 其实开盘的时候是跌快将近600点 道琼不在收盘的时候 道琼是小跌的 道琼小跌了22点 最后时报提到了提前拉货潮退 7月出口翻黑 年减0.5% 优于南韩的衰退11% 在指考方面的昨天的放榜结果出来之后 录取率81.29%是17年来的新低 争选入学现在变成主流了 指考分发的名额逐年减少 所以增多周少导致于录取率往下降了 好这就今天的10分钟早报新闻 我是张庆龄 明天空中再会 拜拜